比如說汽車和移動 比如說智能手機有什麼樣子的區別 但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他們怎樣的 就是說可以互動 可以互相補充 所以我們首先探討一下 它區別了什麼地方 我們並不是說把一台智能手機 直接的拿到車裡面 就可以做為你們自己的 汽車的主機了 當然我們也看到很多人這麼做 我們也看到很多同事 直接拿iPhone 就是放在車裡面去做導航 但我覺得你要做一個真正的汽車 娛樂信息系統的話 你可能要考慮得更多一點 首先一點就是說 我們從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它跟手機不一樣一點 就是一個安全性和定性 所以可能比如說你一台手機 突然間死機了 然後需要重啟 是